詞曲 李宗盛 我們準備演出的畫劇叫做《澤凱的故事》 澤凱是耶利哥的歲利長 是一個貪錢的人 當地的人都不喜歡去 所以澤凱沒有朋友 經常覺得很孤單 有一天耶穌來到耶利哥 澤凱很渴望想認識耶穌 耶穌太受歡迎 但是耶穌太受歡迎 無論他到哪裡 都是一群人圍著他 澤凱身材很矮 怎樣才能見到耶穌呢 就是海豬想到的辦法 我怎樣才能見到耶穌呢 有了 我可以爬到這個高高的松雪上 那我就可以見到耶穌了 於是身材矮小的澤凱很努力地爬上了雪 其他小朋友見到都覺得很奇怪 有了 哇你們看看 為什麼這個大人在爬雪 是呀 他那麼胖 他怎麼可以爬雪 我怕他會掉下來 哎呀哎呀 你們看 他差點掉下來了 啊 他終於爬上雪了 不知道他是這樣嗎 耶穌來了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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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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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凱 你下來 耶稣 耶稣 祂是個壞人 不要管祂 是呀 祂很貪錢 是個壞人 我們都不喜歡祂 是呀 我們從來都不跟祂做朋友 耶稣 不如我們走 你們不要這樣 扎凱 我今天來給你探望你 好嗎 好啊 耶稣 我還要和祂做朋友 你喜歡嗎 當然 我喜歡 耶稣 我知錯了 我會把我的一半的財產 分給窮人 如果我以前欺騙了別人 我會四倍還給別人 我以後不會再貪心 今天天主的救揚來到這裏 我是牧羊人 是為了尋找迷途的小羊 是為了尋找罪人 希望他們可以知錯能改 讚美天主 感謝耶稣 讚美天主 感謝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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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當時的群眾 或者會抱怨耶稣對紮海的偏心 一個剝削窮人的公開罪人 享受了榮華富貴之後 一念之間就爬上一火 野桑樹就看見耶稣 就得到耶稣在祂家 作客的光榮 難道其他人就不想見到耶稣嗎 難道那些為了跟隨祂 而放下工作和家庭的群眾 誠意和努力都被不及摘海嗎 耶稣有沒有對摘海偏心呢 人不可以用自己的觀念 來衡量天主的慈愛 天主對罪人的一切罪過都十分清楚 但是天主愛會所做的每一個人 我們的罪過相對於天主無限的慈愛 只不過是天平上的一粒塵沙 大海裏面的一滴水 天主愛摘海 亦都愛其他的瑞利 而且都愛其他狼恩賦義的罪人 他們更加希望我們可以彼此呼雪 如同他愛我們一樣 我們的存在就是天主愛的表現 無論我們是貧窮還是富有 青年人還是老年人 品學兼優還是要留級 就算我們是大壞蛋 只要我們願意爬上這棵野桑樹 願意真心改過 就會發覺天主已經在此歡迎我們 公讀聖路加福音 摘海的故事 耶穌盡了耶利哥 正經過的時候 有一個人名叫摘海 他原是瑞利長 是個富有的人 他想要看看耶穌是什麽人 但由於人多 不能看見 因為他身材短小 於是他往前奔跑 攀上了一棵野桑樹 要看看耶穌 因為耶穌就要從哪裏經過 耶穌來到哪地方 抬頭一看 對他說 摘海 你快下來 因為我今天必須住在你家中 他便趕快下來 喜悅對款留耶穌 眾人見了 都涉涉師耳說 哈景道 有罪的人 那裡頭叔 摘海站起來對主說 主 你看 我把我財物的一半施捨窮人 如果我欺騙過誰 我就以四倍賠償 耶穌對他說 今天救恩臨到了者一家 因為他也是阿巴郎之子 子人子來 是為尋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 上主的話 主耶穌樂於與人做朋友 包括被人排斥的罪人 摘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他是瑞利長 算是有社會地位的人 他雖富有 但是有些是不義之財 他不愁吃穿 心靈卻缺少平安與喜樂 他聽說耶穌要經過 就想方法看看他是什麼樣的人 於是爬上了一火樹 耶穌被人群蓄勇著 走到樹下時 主動和摘海說話 並說要去他家做客 可見耶穌十分細心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摘海的需要 所以願意給他機會認識自己 摘海非常開心 歡迎耶穌到了家裡 並讓伯人們擺上宴席 耶穌和摘海的交談 深深地觸動了摘海的心 激勵他下定決心 要敬主愛人 誠心遵守戒命 並關愛有需要的人 多謝